特別來賓 沈富雄委員 洪森漢委員 尹乃津小姐 外美林委員 林玉芳委員 楊寶貞 翻譯人 好 那麼這次蔡英文 任內最後一次的漢官演習 所以她雖然染疫了 她還去 戴了口罩 不會很危險 對那個接觸她的人 蔡英文說 讓世界看到我們 我們衛國的決心 保衛國家的決心 另外老美這次毫不隱晦 就給你公然出現 那憲兵今天凌晨在台北車站 進行反恐操演 現在就是勞工 如果把你的車站給你佔領了 把你桃園機場給你佔領了 怎麼辦 所以要反恐 那老美去 你看沒有 老美去 還跟他們握手 那另外呢 憲兵說呢 這次很特別 叫做憲特 那他在北車 我們看他 這個演習的狀況 那美方觀察員也就是看 看你們演習到底怎樣 真的還是假的 那今天這個路透社說 美國最快28號宣布 對台灣軍收103億新台幣 就3.3億 3億3000萬美元 有人說他現在不告訴你 到底賣你什麼 只是說一個總價 有人說可能包括MQ-9A偵查無人機 死神 有人說可能包括這個 另外美國參議院通過國防授權法案 為台灣的軍隊制定培訓計畫 現在不是已經有兩個營在美國受訓嗎 然後老公很生氣 老公國防部說不要在台灣問題上 一錯再錯 另外美國參議院也通過法案 美國投資大陸的科技也需要通報 所以控制得很厲害 大陸外交部說反對美國借國防授權法案 夾帶涉華消極內容 跟台灣有關的 跟中國有關的 你們在中間搞鬼 那另外有個民調 半數美國人認為北京是美國的最大威脅 而且大部分分數都是負面的 並不好 日本也高度關注台灣 說中國是空前最大戰略的挑戰 當然對日本來講當然是 吳釗倩上個月說 我們跟菲律賓應該展開安全合作 菲律賓的國防部長說 可能性是零 我不懂 外交部長講這個話 之前都不先跟他討論討論 你總是要先討論一下 所以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都沒有你自己講 我要跟你合作 我要跟你合作 然後人家說 菲律賓說我跟你合作什麼 零 這很丟臉 菲律賓國防部長說 不可能與台灣安全合作 外交部說 我們要共同抵抗區域的強權 我們看一下 持槍瑕石路過民眾 一群戴著紅毛黑口罩的恐怖分子 拿武器威脅民眾爬在地上 仔細一看 這不是台北車站嗎 軍方鶴槍實彈 衝進台北車站 見到歹徒就開槍 這不是電影場景 而是漢光演習 以往較少看到的士兵推演 深夜出現在台北車站裡 原來是模擬台北車站 被敵軍襲擊 共軍偽裝成旅客進入車站 試圖控制並劫持大批民眾 憲兵211營接獲命令後 立刻開設前進指揮所 協同勿術區守備部隊殲敵 會求逼真 還有這個場景 傷兵急救也在演習的環節裡 歹徒突然向官兵開槍 導致女兵受傷 隊員趕緊將他脫離 只是在明顯的地方急救 被認為有點不太合理 但除了槍彈武器 還要防範炸彈攻擊 全副武裝處理可能 炸毀北車的爆裂物 憲特聯合刑警局 偵查第五隊爆裂物處理 小組演習 開始前還有美方人員到場觀摩 甚至進入內部指揮中心 憲直部指揮官周光琦 還親自坐鎮 不能看出 隨著兩岸局勢緊張 演習也跟著升級 老闆 怎麼看 漢光演習一定有不少精彩的部分 我們媒體挑比較可笑的部分來討論 我覺得我們媒體不夠厚道 為什麼 因為我在看這個過程 人民解放軍都已經佔據了台北車站 他好事不幹 他就抓我們的老百姓 然後我們的憲兵 又跟他們人民解放軍一拚 我們又贏了 這個我的感覺好像在看話劇 所以這是沒什麼意思 但是對美國通過國防授權法 要賣給我們武器 這個我也沒有意見 因為一旦老美決定要賣給我們多少 賣那些武器 我們其實是沒有話講的 我其實比較有意見的是昨天本節目 在討論美國眾議院通過的258 你看本節目看得這麼詳細 不是 因為我曉得今天晚上 一定有重要題目 我要看你的來賓是誰 然後我要看他講什麼東西 來評估你這個節目的水準 來 請說 請評論 我看完以後 我其實是有一點失望 我覺得整個美國眾議院通過的那個法 這個叫什麼 台灣國際團結法 2758號決議聯合國 我覺得光是名詞 光是這個國際團結 我就覺得有一點莫名其妙 這個真的不深不適 不曉得他在講什麼 但是我覺得整個ILEA 整個構想一定是我們的 非常有可能是我們的 助理代表處出的受主意 因為這個ILEA 很有台獨思想在裡頭 當然 美國現在以一種抗中的氛圍之下 當然跟你通過 我覺得這是美國國會愚蠢的地方 這個法是不能通過 不能表決的 因為你一旦表決 你不能否決他 你否決他的話 老公就說台灣是我的 就名正言順 台灣就是他的 但是你通過了以後 就表示說當年在聯大的 通過那個決議的時候 那個被剝奪掉 這個中國代表權的那個政權 接著下來所佔據的土地 是跟中國無關 既然這個有程序性的這個 這個ROC的這個政權 佔據了這個跟中國無關的土地 那這個既然無關的話 那你美國為什麼不承認他 你到底怕什麼 所以我覺得昨天大家來賓 沒有從法理上去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你 我剛才講 你不能否決 你否決就助長共匪的聲勢 但是你通過了以後 這個就是老公所講的以美謀毒 以美謀毒有什麼不好 你看我們政府當然很感謝 國民黨也說感謝美國的善意 但是這樣的以美謀毒 如果謀個像樣的毒 我也不反對 但是謀這個毒是一個假象 這個我一直在想 老公一直罵我們以美謀毒 以美謀毒什麼胡說八道 但是昨天這個 這個就是典型的 我覺得以美謀不毒 謀不了毒 謀毒 但是結果什麼都沒有 這個就是戊虛 這個就是戊虛 我覺得將來 真的不管政權有沒有輪替 像這種問題 其實朝野不一定要對幹 朝野不一定要不同的意見 這樣重大的事情 其實適當的做法 答案其實只有一個 李鑫兄 這個攻擊車站是佔領 而且瑕疵這些乘客 是滿有趣的一件事 戰爭如果爆發 中國大陸會攻擊車站 會破壞車站 但是他不會去佔領 因為不好使用 他真的想要佔領的地方 是港口 像機場 因為這是一場隔海的作戰 佔領的港口 有利以他運輸部隊到台灣來 後期的補給 機場也是一樣 可以讓它飛機可以降落 所以結果找這個地點 不太能夠有說服力 如果他佔領了台北車站 就表示他機場跟港口 都佔領了 才會到台北車站來 而且他不是佔領 你們沒有看他的那個想定 他是說一群敵軍 偽裝成旅客 突然就出現在台北車站 夾持了我們 然後我們的縣特 去解救他們回來 這很荒謬 這不是演戲 這不是演習 這叫演戲 真正的戰爭不會這樣盡信心 這有點像是 搶匪去搶銀行 夾持銀行裡面的人 然後跟警察談判 你提供我多少錢現金 提供我車子 然後機場準備一架飛機 我就把人一步步放掉 所以這個假想就是 不是很用心的 這樣一個做功課的結果 我現在比較想講的是 台灣有一陣子真的要買 飛機也買不到 譬如說我們要買飛機 美國也不賣 又有817公報的原因 所以雷根說 那這樣好我們提供技術 我們盡可能協助你 你自己在台灣造 所以金國號戰機的由來是這樣 現在不用怕了 我就現在不敢講 過個六七年 搞不好連F35都買得到 現在問題就是說 我們很容易買得到美國武器 我們不買美國 大概也要塞給我們 我們大概拒絕不了 問題是我只想問一件事 安全感有沒有增加 我們武器比馬鞍九時代 都買了很多很多很多 你看動不動 安置了魚叉飛彈400枚 這個刺針飛彈400枚 不停的買 不停的買 可是我們的安全感其實沒有增加 我們覺得戰爭的可能性反而是增加了 所以我們現在回過來看烏克蘭戰爭 這是冷戰的其實某種程度的延續 就是蘇聯後來就解體了 北拉西洋公約就開始在擴張 然後後來美方也答應了俄國說 我不再擴張 可是他還是繼續擴張 所以最後情況就到了烏克蘭 對於俄國來講 烏克蘭對他是最重要的 就在他旁邊 而且又有感情上的問題 曾經是我的一部分這樣子 而且同樣又是東斯拉夫人 所以俄國希望你北約 尤其你美國大印 不要把烏克蘭納進去 成為你北約的一個揮援國 如果這樣子的話 等於是你北約住在他的邊境 就駐紮軍隊 這個他受不了 美國其實當時可以解決 就是說我承諾 我作為美國總統 我承諾 我們絕對不讓烏克蘭成為 北約的一員 至於歐盟要不要參加 那是歐洲自己的事情 我美國不講話 你說我這句話有 普丁沒有理由去打烏克蘭 可是對於美國來講 他可能想法不一樣 這是一個機會 我就是要跟烏克蘭 來引發你俄國去攻擊他 我就在這個點 把你黏在這個戰場上 然後把你消耗 從一流國家到二流 到三流 你最後除了核子彈 你什麼都沒有了 我不曉得美國 現在是不是這樣看待台灣 我覺得美國是這樣看待台灣 如果美國這樣看待台灣的話 我們是不是打算 這樣被美國處理 就他不停的賣武器給我們 然後也給我們訓練 未來可能一起演習 然後讓大陸就受不了 然後最後決定說 反正我跟你怎麼談都沒用 我乾脆就攻擊你 是這樣子嗎 這樣的話 我覺得台灣就要小心 我認為做一個主權國家 美國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我們最落魄的時候 是美國幫我們 但我上個禮拜怎麼講 我還要再講一次 我們的國家利益 大於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 我們當然要小心 我覺得不是我們要小心 北京要小心 北京不要上大 你既然明明知道 看看烏克蘭 俄羅斯被搞成什麼樣子 你明明知道美國拿台灣在捅你 希望你跳起來 你還那麼笨笨的跳進來嗎 你怎麼跳起來 你真是個大笨蛋 看鳋條 你把這個地上 不如在內有 我給你看 我接下來 各位 1964